接下来的这个考验呢 是我们整个游戏当中 最原始最刺激的 这个也符合我们节目的精神 人类在这个 长期的计划过程当中啊 就是这样 有的留下来 有的呢就被淘汰了 这也符合达尔文的这个精神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待会呢 穿上威亚衣之后 我们会把你吊上去 踩着那块板子上面 然后我们会给你 两块板子 下面有轻重 两种不一样的选择啊 踩着板子 把这个板子铺在上面 然后利用这个工具 一步倒一步往前走 如果能够成功地完成的话 也不白玩啊 我们会给你加分数 会得到250分 你看这个多吉利 减50行吗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 我也无法改变 半截的时候有可能 别长期 我减一分 有可能还掉下来呢 掉下来之后呢 就没有分数了 你要说哎 我掉下来我还想再上 依然可以 不过再上的时候 我们会扣掉你50分 行 没问题 你想好了 因为这个高空挺危险的 行吗 没问题 请我们的魏亚石 来 给他穿上 平淡队的小伙子 整装待发 高空铁锁对于他来说 既是机会 也是挑战 等待他的是 失败 还是胜利 此刻 他命悬一线 让我们大家 一同来关注 bel年轻易 grad逐 晚轻易 一同来看 还能发现 根本危第三